詞曲 李宗盛 這一次是示範加德利亞蘭的第二種的發行 加德利亞蘭就是我們通稱的西洋蘭 洋蘭 它的發行比較大 比較艷麗 而且有各種顏色的變化 在這個血液的發揮裡面 很多人很喜歡畫它 這是我們示範完成的畫稿 我們要準備的用具材料 還是一樣生鮮質 當然還有一些顏色 包括陽紅、玫瑰紅等等 我們畫的毛筆還是以陽好筆為主 畫花會陽紅比它的含水性比較好 比較能夠表現出這個色彩的變化 跟那個濕潤的感覺 那首先我們先畫花 花我們用213的玫瑰紅再調石青 調成一個嫩紫色 然後我們再用陽紅調花青的深紫色 毛筆先畫 毛筆先調這個嫩紫 再筆尖沾紫色 先畫加德利亞亞蘭的這個花的舌布 就是那個花瓣 就是那個花瓣往下翻的 然後我們再來是調比較深的色調 就是畫花的舌布 那舌布的花瓣它有作褶 所以我們要很多筆把它補起來 畫完之後 noi這張是這個軌跡 它就不用用來說 所以我可以用這個花瓣 畫一個藥會有 ROM 至於這個花瓣有作褶的感覺 然後可以用來看 這個月的網紋 這個花瓣 所以我們要用很多筆把它補起來 畫完之後我們再用稍微深一點的再慢慢處理出作褶的部分 趁著未乾的時候處理 那乾了以後再畫就比較死板 就沒辦法融合圍一體 就沒辦法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石部也有一些颜色的变化 我们也先把它处理出来 石瓣的部分处理好以后 我们就要画里面的那两瓣 那里面的两瓣会比较大一点 那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很多笔补成一个花瓣 因为它的花瓣的作折跟明暗的变化 一笔是无法处理出来的 接着也是一样 趁着胃干我们要再加强它的作折的部分 那这些的处理都是要在这个 这个花瓣胃干的时候 胃干的时候加上去的线条 才能够跟它融合在一起 有些地方会晕开来 刚好跟它结合 那这个笔法呢 都是属于副笔 就是很多笔 不是单笔的解决 某些地方可以单笔解决 比如说我们这个接着在画的 这个外面的三瓣 因为它花瓣比较小 比较没有这个作折的变化 就可以单笔把它处理出来 那这种花形的话 比我们第一次的画的那个加德利亚兰 多花多花的加德利亚兰它的花比较小 比较没有那些作折的变化 但是它花开了很多 现在是画外半 所以一笔就把它解决了 看起来就很明快单薄 这样子刚好把这一朵花画起来了 那在这个色彩上的话 一定要有龙蛋的变化 所以我们要选择生鲜子来画 把生鲜子才能够表现出这个血液的韵味出来 还有它龙蛋的变化会很自然 现在我们画的是侧面的另外一朵花 加德利亚兰大发型有时候只开一朵 或者是开两朵 就像这一朵花了一朵一样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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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